一提起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草根皇帝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人,那就是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。 两个人虽然都是农民出身,但是相对而言,刘邦的命运似乎好很多。 他从小不干农活,到处混吃混喝,而且人脉又很广,还混了一个似水亭长的职位,在穷困潦倒之时,甚至还娶了一位富家女子。 而朱元璋呢?他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穷得甚至连饭都吃不饱。 为了维持生计,还替地主家放了十几年的牛,后来还当了和尚,四处乞讨,可谓是历经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 朱元璋的一生可谓是富有十分传奇的色彩,他从一个出身威贱的农民完成了华丽的转身,成为草根成功逆袭的典型励志人物。 用现代话说,就是不拼爹,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打出了一片天地。 朱元璋又年吃不饱饭的时候,有好心人接济他,也有人落井下石。 其中,刘德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 朱元璋年幼时,父母给刘德家种地,他给刘德家放牛。 但是,刘德对他并不好,常常打骂他,朱元璋又小的心里受到严重的创伤和挫败。 可以说在朱元璋悲催的人生中,刘德是最早创伤他心灵的那个人。 那么问题来了,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,又是怎么对待昔日的坏老板刘德呢? 首先要从朱元璋的童年生活开始说起。 在公元1328年,也就是治和元年。 在豪州中离县,也就是金安徽凤阳县,有一户贫困农家,男主人叫朱五四。 这一天,对于朱家来说,是个特别的日子,因为这天在朱家诞生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男孩。 按照元朝的法律规定,没有文化,没有做过关,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建民是没有资格取上文雅名字的。 清代著名学者于悦曾在春在堂随笔写道,原制,数人无职者不许取名,而以行帝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。 意思是在元朝,平民百姓没有职业的人,按照父母年龄相加取名。 比如父亲30岁,母亲29岁,相加的59,孩子则取名叫59。 当然还有些按照数字来取名的。 朱五四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时,因为儿子在家族中排行老八,故而取名叫朱崇八。 也就是朱八八,后改名朱元璋。 朱元璋祖上三代务农,在当时是店户,也就是古代租地主地的农民。 朱五四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地主留得家种地。 由于家里孩子太多,靠种地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,朱元璋也算是个懂事的孩子。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,几岁就给留得家放牛,自此当上了放牛娃。 当然,给地主留得干活的店户并不是朱五四一家,自然放牛娃也不止朱元璋一人。 大家都是打工仔,在放牛期间,朱元璋结识了徐达,汤和,周德兴。 这些人大家耳熟能详,后来成为了朱元璋集团的老股东。 在朱元璋的童年生活里,也不只是放牛,他常常也跟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。 这也不难理解,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。 在这群熊孩子中,朱元璋虽然不是最年长的那位,但是他特别讲义气,也很有话语权。 所以大家都听他的指挥,甚至还心甘情愿奉其为孩子王。 可见朱元璋从小就很有领导能力。 地主刘德虽负担不仁,而且还非常抠门。 自己每天大鱼大肉,却让这些给他放牛的孩子们吃不饱饭,朱元璋也是常常饿着肚子干活。 饭不给吃饱,也就算了,刘德还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常常对孩子们进行打骂,招来了朱元璋的记恨。 朱元璋本来家里就不富裕,饭都吃不饱,所以更别说吃肉了。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,能够吃上一顿美餐,是他们最单纯的愿望。 朱元璋嘴很馋,加上本来对刘德就不满,于是就打起刘德加牛的主意。 著名史学家吴涵在朱元璋传中提到,就在当时,朱元璋找来小伙伴徐达,汤和周德兴,偷偷烤了刘德加的牛,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。 事后,他们才意识到没法交差,因为刘德可是每次都要轻点牛的。 就在此时,朱元璋挺身而出,说他一人承担全部后果。 朱元璋把作案现场清理干净,只留下牛尾巴。 随后,他把牛尾巴插入石头缝,跑去对刘德说,小牛钻进石头缝里去了,拉不出来。 这么弱智的理由,怎么能骗得过刘德呢? 骗骗三岁小孩还差不多。 结果毫无悬念,朱元璋被刘德毒打了一顿,也因此丢了工作。 在公元1343年,朱元璋的老家淮北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。 紧接着第二年又发生了蝗灾和瘟疫。 本来,老百姓就吃不饱饭,天灾又一个接一个地发生,最终致使疾病四处蔓延,让老百姓走上了绝路。 很快,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猪虫无死于饥荒, 家里的男丁,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。 此时,朱元璋只有17岁,面对亲人的离世,对朱元璋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。 正因为古人非常重视死者的身后事,所以才有了死者为大,入土为安的说法。 对于当时非常穷孙的朱元璋来说,他没有金钱和能力安葬家人。 于是他和二哥抬着父亲的遗体找地主刘德帮忙。 当时的朱元璋苦苦哀求刘德,希望他看在自己一家子为他卖命干活的份上, 施舍一块地和一口棺材安葬父母。 朱元璋所做的一切,没能唤起刘德的侧隐之心,反倒遭到地主刘德的恶言相赠。 朱元璋因找不到墓穴安葬家人,感到伤心欲绝。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,就在此时,地主刘德的大哥刘济祖见朱元璋非常可怜, 当即动了恻隐之心,主动提出赠地安葬朱元璋死去的家人。 地主大哥刘济祖的施恩,让朱元璋记住了一辈子。 自古以来,人们都讲究一锦还乡。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,自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。 怎么地也要回去看看吧,当了皇帝也算是光宗耀祖了。 朱元璋回到家乡以后,乡亲父老不可思议地看见昔日的朱巴巴竟然变成了皇帝, 纷纷都跪拜在朱元璋的车马一丈前。 地主刘德这次傻眼了,他知道自己以前对朱元璋不好, 所以怕被发现,就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 毕竟万一朱元璋记恨在心,肯定会秋后算账,他可吃不了兜着走啊。 结果朱元璋还是发现了躲在人群角落里的刘德。 话说回来了,朱元璋确实不是一个大度的人, 看他怎么对功臣就知道了。 但是朱元璋对坏老板刘德却无比地宽容。 他面对昔日刻薄无情的地主刘德, 说道,耳之所为,一横擎耳,不必问。 无贫食,而岂之今日为天子焰。 意思就是,你当年所为乃人之常情。 我当时那么穷,你怎么知道我将来能当皇帝呢? 最终,朱元璋还赏赐给刘德三十寝的土地, 还免除了他十年的赋税和姚役。 朱元璋这番举动让很多人感到不解, 其实他这样做也是有着深层次的考虑的。 朱元璋在偷吃地主的牛时,吃尽了苦头,也丢了饭碗, 但是却得到了小伙伴的信任,也体现出他敢于担当的性格。 后来这些小伙伴都跟着朱元璋打天下。 所以说,朱元璋在笼络人心方面堪称一绝。 他后来处理地主刘德的时候,更加表现出了他的大智慧。 刘德无权无视,只是个小人物。 杀了他除了解心头之恨,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, 不杀反倒能迎来贤明。 朱元璋已经是新王朝的皇帝, 干嘛跟一个小老百姓过意不去呢? 这其实就是政治家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, 也体现了朱元璋的大智慧。